當前,我是已連續一個星期無新增確診病例和症狀感染者 累計出院元素已過半數 全市疫情防控趨穩向好的整體態勢得到了不斷的保護 截止8月12日,24日無新增本地確診病例 新增出院病例11例 累計確診病例92例 住院病例51例 所有病例均在大人士第六人醫院集中隔離資料 目前病情穩定 無新增本地無症狀感染者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出院1例 正在實施醫學觀察的本地無症狀感染者8日 剛剛我們又得到了利好的消息 今天下午1點半 我是擁有5個確診病例和2個無症狀感染者出院 至此,我是累計46個確診病例和20個無症狀感染者 共計66個冠者出院 中文記66個冠者出院 請在海外出院 IDE 濟大資源 採訪病例和7月5月1日 新增長大部分的上午3月2日 議員公民至6月1日 有主要新增長大部分的下午4月1日 新增長大部分的下午4月1日 1日 第一按照明